连日来的暴雨让柬埔寨大部分小市都出现了水灾 但比起肉脸可见的水患 谣言的威力也不可小愧 10月15日 网络上有消息称 金边一家养殖场的鳄鱼 趁水位上涨时逃脱水池 引起了附近民众恐慌 但金边市政府随后也对该消息进行了部分辟谣 表示鳄鱼只是从池中逃脱 但仍在养殖场内 10月15日 金边一家鳄鱼养殖场固出了一则鳄鱼出逃的消息 据悉 该养殖场共有一千多条鳄鱼 始终设有铁墙隔离 但由于近期降水量过多 附近的河水泛滥成灾 导致该养殖场水池的水位也出现上涨 这才让鳄鱼有机会逃脱水池 这个消息被曝光之后 引起了附近民众和网友们的恐慌 民众纷纷猜测 这条鳄鱼很有可能已被洪水冲进了河流 也极有可能会出现在道路上 为此 金边市政府当天紧急否认了这一消息 表示这条鳄鱼只是从养殖场的水池中逃脱 目前仍在养殖场内 因此民众不必担心 中检警方最近联手侦破了一起 特大跨国制售假烟案 查获了百万条假烟 涉案金额高达4亿余人民币 共有43名犯罪嫌疑人被捕 其中19名在柬埔寨被捕的中国人 目前已被押解回国 10月13日 在柬埔寨被抓的19名犯罪嫌疑人 结束了为期14天的集中隔离后 被上海警方押解回国 这起特大假烟案的破获历时一年多 2019年5月 上海一家公司向警方报案称 多次收到来历不明的大件包裹 包裹内装有大量成品香烟 警方鉴定后 发现这些都是假烟 经过一年的精密检查 一个跨国制售假烟的犯罪团伙 渐渐浮出水面 经调查 该犯罪团伙自2019年起 在金边设立制假工厂 并从中国招揽员工 私自加工生产多个品牌的假冒香烟 金曲露偷运到中国后 将假烟层层销往中国各地 2020年6月 中国警方成功斩断了境内犯罪链条 抓获了24名犯罪嫌疑犯 现场查获2.5万条假烟 8月11日 中国警方联合柬埔寨警方 在柬埔寨成功抓获了19名犯罪嫌疑犯 查获100万条假烟 自假设备36台 还有大量烟丝 过滤嘴 包装盒等半成品和原材料 10月13日 这19人已被中国警方压解回上海 该案将在中国进一步侦办 收看更多节目债视频资讯 欢迎订阅简中资讯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帐号 我们下周一再会